我在外達河州長大 在那裡受到家人、朋友、教師和其他領袖的教導 我們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有特別的經驗觸動我們的靈魂令我們改變 我在年輕的時候曾經有這樣的經驗改變了我的一生 當時我有一個教師 雅各師兄弟會請我在聖餐聚會時在一張卡片上寫下我在聚會時所想到的一些東西 我在卡片上寫的是一些可能是之前的比賽或約會的情景 但耶穌基督的名字根本不在卡片上 對於年輕的阿倫聖聚持有人來說聖餐和聖餐聚會 開始呈現出有更大和更新的意義 對於救主贖罪的了解不斷地令我有所改變 我開始熱切地期待每一個星期日的來臨 以及領受聖餐的機會 一直到現在的每一個星期日 當我領受聖餐的時候 我都會再重新 再看看那張卡紙上寫了一些什麼的內容 今天卡片上寫的就是這位人類的救主 我們在新約中可以讀到救主 和祂的使徒相聚過瑜如折 他拿起餅內捉謝了 這就是我的身體 這就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納的新藥 是為你們留出來的 耶穌探訪來非人的時候 也設立了聖餐的教義 我現在已經逐節明白這兩件事的重要性 達衛奧默基會長曾經說 我覺得要強調主在教會中所指定的最重要的聚會 這就是聖餐的聚會 如果我們為聖餐做好適當的準備 就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 我想提出能夠祝福我們生活的五項原則 幫助我們配清地領受聖餐 第一個原則就是紀念贖罪的聖餐聚會 是會幫助我們對天父懷著感恩的態度 以下的一個故事是關於傳來聖餐的 聖餐對我來說從來沒有真正的意義 直到我被安納為執事的那個星期日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傳聖餐 在聖餐之前有一個執事警告我 要留意史密達兄弟 因為你可能要叫醒他 可能我們當中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終於有機會傳聖餐了 在前面的那幾排情況都進行得非常順利 大人小孩都是這樣領受麵包 但是去到第七排在那個就是 那就是史密達兄弟經常固定坐的地方 他出乎意料之外不單沒有睡著 反而還很清醒 他不像我剛剛先前服務過的那些人這樣 他很認真地思考 並且很乾淨地拿起那塊麵包 在我傳遞水的時候 被我朋友說中了 史密達兄弟 他雙眼閉上了 很明顯他睡著了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看著他的額頭 看到他經歷坎坷的歲月所留下的咒文和潮水 他在年輕的時候加入教會 在德國家鄉的一個小鎮裡經歷了很多迫害 我在見證聚會上也曾經聽過他這段經歷很多次 我決定輕輕地用手肘去打一搭他的頭 希望他可以叫醒他 正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他慢慢抬高頭 他的臉充滿淚水 當我看著他雙眼的時候 我看到愛和喜悅 他輕輕地伸出他的手 拿起了一杯水 即使我當時只有十二歲 我依然很清楚地記得 這位長者他領受聖餐的時候的感受 我毫無疑問知道 他對聖餐有一種特別的感受 是我從來都沒有過 我在那個時候就決定 我也要有同樣的那些感受 史密特兄弟和上天溝通 而上天也有和他溝通 第二項的原則就是在領受聖餐的時候要記得 我們正在更新洗禮的聖約 經文中記載著我們所立的承諾 進入神的陽圈 被稱為他的人民 願意承擔彼此的重擔 願意與愛者同愛 作神的見證 帶著破碎的心和痛苦的靈前內 願意承受耶穌基督的命 決心侍奉他到底 以及遵守他的戒命 一直記得他 聖餐祈禱文提醒我們 記得這些聖約 我們領受聖餐的時候 就是更新所立的聖約 去實踐這些聖約 我相信在腦海和心裡背中聖餐祈禱文是適當的 這樣會幫助我們專注於更新我們的洗禮的承諾 無論我們受洗的時候是八歲還是八十歲 我希望我們都不會忘記那個日子和我們所立的聖約 第三在聖餐的時候我們可以感受到罪的赦免 如果我們在聖餐聚會之前已經花時間悔改我們的罪 我們在離開聖餐聚會的時候就會感覺到潔淨和純潔 潘會長曾經說過聖餐會更新寬恕的過程 每一個安息日獻上聖餐的時候 都是更新寬恕過程的一項儀式 每一個星期日你潔淨自己 令到你可以在生命結束的時候靈魂會變得潔淨 配稱領受聖餐可以幫助我們和變亞敏皇的人民 有同樣的感受 他們獲得罪的赦免 和良心的平安而充滿喜樂 第四項原則是我們可以在聖餐的時候 獲得解決問題的靈感 我在玻利維亞擔任全道部會長的時候 我太太馬利安和我有機會參加全道部會長的研習會 聆聽艾玲會長的教導 那次會議中他的教導可以幫助我們準備好在聖餐當中受益的幾個方法 我們應該帶著我們準備的那些問題 好像小朋友那樣 謙卑學習 以及有渴望去幫助神的兒女 只要我們謙卑地參加聖餐聚會 我們就能夠被祝福和受靈啟發 得到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方法 我們在經文中讀到 但是看 我對你說 你必須先在意念中仔細研究 然後求問我那是否對的 如果那是對的 我便使你空中燃燒 這樣你就必覺得那是對的 我們就能夠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去解決方法和這些問題 第五項原則 佩清領受聖餐會幫助我們充滿聖餐 耶穌在探訪離非人時設立聖餐 祂說 凡吃者麵包的就是將我的身體吃盡他們的靈魂 凡喝者葡萄酒的就是將我的血喝盡他的靈魂 他的靈魂永不飢渴卻要飽足 他們得到應許只要飢渴無異就會充滿聖靈 聖餐祈禱文中也應許 只要我們奉行所納的聖約 就會一直有祂的靈跟我們一起 麥文培勒長我曾經說過 我見證聖餐進行的時候會伴隨著一股靈性 可以令我們的靈魂從頭到腳都感覺到溫暖 你會感受到靈性的創傷得到醫治 重擔會被減除 慷慰和快樂會來到那些配清 而且熱切渴望領受屬靈糧食的靈魂 只要我們每一個星期在領受聖餐的時候 對耶穌基督的屬罪深懷感激 更新我們的洗禮聖約感受到寬恕 並且得到來自聖靈的靈感 我們必定會蒙受祝福 聖餐聚會 如果是我們 侍奉的忠心的話 我知道一定會為我們帶來祝福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